欢迎各位欢迎来 收睇大面大方 大过三十年前我刚做资历很浅的议员 张建淳辞过我大过一年半做了议员 我们两个都是工业界 我做电子 他做纺织和制衣 电费不断加 当时的才野就是霞电机 无人敢电霞电机所电的东西 我问他电费为何一直加 政府怎么处理 他说我们有管制法则 是香港政府代表香港市民 和两电签的管制法则 但是秘密文件不能公开 代表市民签的都不可以公开 我和张建淳初生之族 不怕他 当时做一个会议就是Laurence Cadore 即是中电的主席 叫加多里 现在去了世了 他叫我们去谈 当时我认识潘国年就是整个中电 是华人最高级的了 潘国年就在这里坐 其他全部都是外国人 我们谈到电费的问题 加多里 都答不了 最后唯有逼政府了 和夏定基说 夏定基当时的才野是一个非常受香港人尊重的人来的 那我有一些cine member 像罗宝和卓氏那些叫我 即是意识你想死啊 你说是委任的 但到最后 最大的成就 就是管制法则公开化 所以才知道他13% 可以赚多2% 公开了之后 夏定基对我非常之好 在85年他离开之前一晚和他吃晚饭 不只是我 限制立法两个 居然他告诉我 港都快要找你了 做限制会议 限制局的成员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治环境虽然转变了 以前我们没有什么动议辩论的 我发起的动议辩论就是因为两电事 到现在真的30年了 你们是不是真的认为两电所谓社会责任 是真的不要赚到尽呢 是不是啊 市民当然是期望两电是不赚到尽 但现实说 两电作为上市公司 他向他的股东交代 在他来说 他认为理所当然 我认为如果一切归回到原本那一点 就是政府的规管协议怎样写 与其我们每次打开口牌 就说希望他有社会良心 有企业责任 又不要赚到尽 不如在规管那里想一想 怎样令到他可以第一 调控成本 老实说不是这么容易 就是可以不赚到尽 是的 不是这么容易 但起码有部份 现在他的安排就是 除了是资本开支那9.99的回报之外 刚才我都说了 燃料的开支 以至到營运开支都是实暴实消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看不到电力公司有动力去截散成本 反正市民都给回我的 现在很多大企业都不断想一下 怎样去瘦薪 或者是怎样去折省 开支 怎样去更有效的运用成本 如果这样的安排下 事实上你没有有因 我纯粹是讲那个管制计划协议的设计 怎样令到管理层可以省点钱 为市民省点钱 Jeffrey 四大商会 我们看到亦都跟中殿商量 你可不可以说些给我们听 是否商量之后 他都说商会 政党 政府 是否比下来他 本来大家都知道那个总裁 就说没什么空间的 那你们跟他谈些什么呢 是否叫他最少简直一点表示一下呢 包立言也是我们总商会的前主席 他也是决定跟我们谈一谈 听听我们的意见 我们明白到这几年 国际的燃料价格是上升得很紧要的 主要是譬如我们国家的发展 都用了很多这些燃料 这个上升的趋势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做工业的就惨了 那些升… 现在我们做出口为主的 你附去欧美的 你叫人加价 谁去理你 不叫你减价 应该算是偷笑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可以维持到现有的价格 已经是笑到… 即是抱着土地笑的了 如果这个又加 那个又加 那我们的企业怎么可以站得住呢 那些企业站不住 那个就业问题又出现另外一个… 所以你的关注不是仅是现在的价钱 就是在香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没错了 我们也提出有另外一些建议 例如 如果我一间公司 因为我做了一些环保的工作 或者加入了一些环保的措施 我今年的电费是比去年少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那些优惠呢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我为社会做了一些要求的 但我們昨天說的都是很多元化 很多方面 我們都希望它 第一可以減價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另外怎樣可以幫助企業去減低他們的電費 當然我們不只是說企業 因為市民的影響也是很大 他們現在說20元而已 但20元對一個貧窮的家庭來說 就可以吃兩天飯的了 所以我們希望它調整一下 例如低用電收費 或者一些非企業的收費 怎樣可以幫助到中下階層和中小企 李維琪 我很想你詳細看過管制法則 你認為有甚麼可以彌補中間 它有加價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有甚麼可以提議出來讓大家明白 不但管制法則明白是市民明白 但是它加價關稅 麻煩你不要高個通脹吧 我想最實質就是2013日有個中期檢討 當然市民最希望將准許利潤 由9.99再下調 這個最有效果 我記得那時候是9.99是一個取巧 你不是要單位數字 所以說單位數字不夠10 這是一個取巧 政府當時也同意了 因為這個原因 你還有甚麼可以搞呢 如果不是 我認為家庭應該要有一個審批機制 如果某些數字 譬如今次 老實說我審批真的是行政會議 是的 但現在 他有沒有怎樣談 我不知道 據我了解 今天局長答覆給我的感受 就是行政會議其實是無權審批的 所謂的 只是審批他的五年計劃 據我聽局長我的演繹就是 他是知會行政會議 然後行政會議討論 做一些回應 我今天聽他說的 今天聽他說的 你說明天聽的另外一套 是的 我知道 你說明天是中午早 有來NOW的節目 所以本來都想請他出來 現在他說不是 他說行政會議是通過加大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消息從哪裡來 我今天聽局長我的演繹就是這樣 局長可以澄清 我認為如果要加 最希望當然是減過進去利潤 如果不是的 就是加一個條款給行政會議 確立他是有權去否決或者審批的 這樣都會有個機制 去有人幫我們把關 其實今次中電的reaction 這個反應都算 不是太慢 他本來說沒有空間 已經說了兩天沒有空間 所以政黨 政治人物 政府都可以是很大的作用 不要少看你們說有 即使有功能團體沒用 我也不是這麼看法 你們要向市民負責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起很大的作用 下一步 我就是問你是民建聯的 你是經濟道理的 你們準備怎樣 先來認為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加價方式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認為現在我聽似乎是沒有一個審批機制 簡單來說政府只可以提出移民 甚至可以透過立法會 透過公眾給他一些壓力 希望他改變初衷 現在這一次都是壓力之下 很明顯看到 所以如果有一個機制 是真的可以否決他一些不合理的加幅 那當然你要有理由 例如會否過早的資產投入 或者過高的營運成本開支 這些都是一些要有合理的理由 那你就可以否決他 那就是有一個把關作用 而不是現在可能 如果中電拒絕回應就不能跳 首先很多人想不到 我們四大商會都出來跟他談 其實我們功能組別一樣是為市民服務的 自由黨也是 到去才知道 我看到前黨友真的很驚奇 除了四個區議員 四個區議員第一 四個是壓壓力的 不是 是 沒錯 第一個見到區議員 繼續見到前黨友在示威 其實我們過去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我們都有做的 不過我們用一些比較平和的方式 但是說回這個制度那裏 有一件事我們是要尊重的 就是合約精神 就是我們不可以在中途推翻一個合約 但是怎樣我們可以令到大家可以 在一個平等 大家同意的基礎下 去更換一個新的合約 這個是重要的 新的合約是可以的 是 為什麼呢 我們看電訊那裏 就是給鍵盤網絡67億 用錢來換 就是用錢來買了一個駕駛 是的 但是在現在這個機制裏面 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又或者是否在現在的機制裏面 可以做一些調整呢 剛才我們都提過 例如原料 未來那一年的原料價格 大家都不知道的 大家都是估算的 那誰是對誰是錯呢 永遠是沒有一個對一個錯的 那怎樣去定呢 大家只是估計而已 是的 這個離定的方式 是否可以大家去找一個新機制來決定呢 我覺得有空間去改善現在現有的 議員的社會責任更大 因為你要去選的嘛 是的 所以 不只是要選 各位都要去選 所以我覺得 這個政治的改革 對香港的運作也是非常重要 好多謝兩位 今天參加這個討論 好 今天時間夠了 明天請大家再看大面大方 拜拜